讲这个拉康的一个伦理性的姿态 伦理学 拉康伦理学的一个第二部分就是 要穿越幻想 穿越幻想 穿越幻想实际上它是一个副产品 你只有通过在 在我们刚刚讲过的不在欲望上让步 就是要不要在欲望上让步或者妥协 不要在欲望上让步或者我们说妥协 只要只有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穿越幻想 那么什么是幻想呢 fantasy是个什么东西呢 什么是幻想呢 幻想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 理想 imagine 想象出来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imaginary idea 一种imaginary idea 想象出来一个美好的理想的一个状态 因为幻想这个维度是 是用来干嘛的 幻想这个维度是用来使这个 使得人可以远离 它是个屏障 它是个保护性的屏障 保护性的一个屏障 它是使人远离那个致命的 原质 致命的原质 致命的原质 也就致命的爱欲 致命的 因为你欲望 欲望怎么样 要使得自己不被满足 因为我们刚说欲望的辩证法 它一直要保持自己继续再生产 欲望要保持自己的再生产 所以欲望怎么样 欲望要保持自己永远不被满足 不被满足 不被彻底的满足 不被彻底的满足 但是你不被彻底的满足 你要继续延续这个欲望 能够调动支配这个人的他的爱欲 那这个时候就要通过这种幻想 Imaginary Idea的模式 想象性的这种理想 一种想象性的 想象性的 性的那个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 好的状态 理想状态 想象性理想状态 这个东西可以保证这个欲望的再生产 它不被满足 但是它继续可以唤起唤起人的欲望 虽然它不被满足 它可以继续持续的唤起人的欲望 那么人们在经由这个幻想的时候 人们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人们一般而言会得到一个 就是说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如果我得到那个东西 我就会怎么怎么 就是这个东西在维持 Pure Imagination 一种Pure Fantasy 它在为就是说只要我怎么怎么样 我就爽了 我就可以极爽 我就可以得到那个致命的那个快感 那个原质以上那个致命的快感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幻想 它它会不停的涌现出来 它会不停涌现出来 就是这个幻想啊 某种意义上讲 你想要穿越它 它是一种impossibility 你想要彻底的穿越这个幻想 它是某种不可能 它是一种不可能性 在拉康那边这是一种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性不意味着它是假的 它是它不存在的 不不可能性恰恰在拉康那里 它意味就是一种原质 原质本身就是不可能性 它是才真实的 在拉康那边 不可能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impossibility 拉康那里就是impossibility 它不可能 但是它又在符号系统里面 它又能够被你把握到这种不可能性 那说明它背后有一个超越符号系统 超越那个幻影般的框架的一个真实的内核 真实的一个内核在那边 了解吗 不可能性意味着它是超越 它是这个符号系统所没办法俘获的 没有办法把它消解 降解掉的 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种 一种符号学的一种虚构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可能性才才意味着真实 了解吗 那么幻想它起到的作用 它的机制就是说 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想象性的 非常理想的一个图景 一个图形图像 就是你比如说你 你懂的爱情 其实就不停的不停的产生这样的幻想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停的产生这种幻想 要是他能够 我能够和他牵个手 那我就 就 就 太好了 就太好了 然后牵了手就会 如果我能够和他 一起吃顿饭 那就太好了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 又怎么样 就不停的有新的幻想 不停的这样出现 不停的这样出现 了解吗 所以穿越幻想 其实就是 只要你 你能够不要在欲望上让步 你能够大胆的不要害怕 不要去害怕那些 穿越幻想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真正意义上 那个最反动的 最不够伦理 不够本真的 一个终极幻想是什么 有那么一个终极幻想 fundamental fantasy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幻想 我不是ultimate 我们是一个基本幻想 人的一个基本幻想 在拉康那边 一个fundamental fantasy 这个是 这个是往往所有的欲望 过程当中 所有的欲望 最后一步 你不能坚持 就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基本幻想 这个基本幻想 就是看到自己在被欺凌 就是seeing oneself humiliated 看到自己在被欺凌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终极幻想 在受苦 在suffering suffered 看到自己在受苦 了解吗 看到自己在受苦 应该是用suffering 看到自己在受苦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基本幻想 叫fundamental mental fundamental这个fantasy 所以 这个穿越幻想 穿越到最后的一个基本幻想 就是你所有的 比如说 你爱一个人 爱到最后 你发现爱不动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最后一个基本幻想 就是你觉得你在受苦 又suffering 你在被他欺辱 你在被你爱的那个人欺无 如果你穿越不了这个幻想的话 那你就就是你 你就在欲望上妥协让步了 有点吗 你一定要坚持 把你的欲望坚持到底 这样你才能够在欲望上啊 你才能够在你的欲望上不妥协 不让步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穿越这么一个 最后的一个基本幻想 就你爱一个人 你就被他彻彻底的爱到底 这种行动 这个才是拉康意上本质的一个行动 那么拉康的伦理学的第二部分就是要穿越幻想 通过坚持欲望 坚持你的欲望 坚持你的不断再生产的那个欲望 保证他不被某种虚假的幻想所满足 这种这种想象出来的这种理想状态 他永远不能满足你的欲望 你不能用这种东西 最后你说这个爱爱爱一个人爱到最后和他结婚了 那个时候就就用这种理想性的想象性的一个婚姻的那个共同体的那种大权的我已经补足了 我不需要再爱他了 我就就用婚姻的模式把婚约的那种婚后的琐碎的生活把你的爱情对于他的爱情给压抑了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是在欲望上妥协了 让步了 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你被某种幻想意识形态幻想 或者说某种你自己自卫的这种自我防卫的这种基本幻想给俘获了 这样你就在拉康看来就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行动 你没有真正要去爱 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这样就是不伦理的 这样就是一种betrayal 这样就是一种betrayal 对于真实的那个维度的 对于real impossibility 对于real的这个维度的一个betrayal betrayal 那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个 这个拉康对于这个行动 什么是本真的行动 拉康意义上的本真的act行动 真正意义上行动是什么样的 那和前面这两讲其实是结合在一块的